一个雨下的特别大 天空 天空 闪电 一下子 铺满天空 特别 天空 2023年5月5日傍晚5点多 湖北武汉 狂风暴雨加炸雷的时候 天空出现了两条几百米长的黑龙 这两条黑龙有时候分开 有时候卷到一起 它们飞到几千米高的云里面 一炸雷又打下来 一会分开 一会又到一起 后来飞不见了 天上有个什么东西在飞呀 这是个什么呀 有条龙在飞呀 isme尽快晩 中柠下去 霰 quals 你看这一碗面两块肉 高铁上面45 还是祭祀面面都坨了 这啥玩意呢 不坑人的吗 他妈的个逼的 让他妈关灯关窗帘 还他妈的那个啥 还不放假 窗户关上 把窗帘拉上 还得关灯 你不是他妈的 你看这来的啥 来的不对啊 这来的啥 来一堆军人 川米太夫 可能武警可能是 什么中央警卫团 特勤局 国安局 这家去 这院子全是满满当当的 你看这不都是吗 看不太清楚 但是我这块能看清楚 对面这个 那个 地球大厦 无辜的停业了 然后最最可气的是就这个楼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神中明底的这个 斜着这个 这一面 让所有的住户 都到宾馆去住 他们给包的宾馆 然后 公安局的人 在这里 那啥 到家里 看着 就因为这个 普京 普京来 看不看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都赶进门口 俄罗斯总统普京 5月17日清晨抵达中国的哈尔滨准备出席一系列的活动 不过相关的消息却被当地的学校列为敏感词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 17日清晨抵达哈尔滨准备参加中俄博览会和中俄区域合作论坛等活动 不过现在却传出消息成为中共的敏感词 视频显示哈尔滨市区戒严 街道空空荡荡 不满大量警察 民众被拦在警戒线外 综合网络讯息 有哈尔滨的民众爆料 当地学校日前发通知说 请各位家长一定要嘱咐好孩子 不要在社交软件里发布任何的敏感词汇 包括哈夏会 也就是中国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相关人事务等等 外界纷纷议论原因 由于哈尔滨所在的黑龙江省 与俄罗斯有五处接掌 并与曾是中国领土的海参崴相距不远 因此当地向来与俄国有着紧密且复杂的关系 早在清朝时期 清政府就与沙俄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被迫将包含海参崴在内的大片领土 割让给俄国 随着清朝和沙俄相继垮台 这些土地的主权一直处于争议状态 然而前中共党轨江泽民 却在1999年与俄罗斯签订协议 正式将总面积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割让给俄国相当于几十个台湾 引起国内外一面倒的批评 我这已经不让走了 你咋一会儿吃的地方 我这咋了又开了 我从太阳街走吧 你咋一会儿吃的地方 回答了 我这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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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咋了 我这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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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